我們現在要算的東西是這裡的計算的重點叫做墨濃度 第一件事情我們之前在教濃度就跟各位說過了 所謂的算濃度就是在算比例 國一數學學過的比例 誰跟誰的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文言文專有名詞叫做融值在容易的比例 就是這麼多的糖水裡面含有多少的糖 這麼多的融液裡面含有多少的融值 所以計算工就長這樣 分母就是融液分子就是融值 分母叫做糖水分子叫做糖 這麼多的糖水裡面含有多少的糖 這就是濃度的意思 算濃度就是在算比例 算誰跟誰的比例 算糖在糖水中的比例 所以是糖水分子糖 問題是什麼比例啊 東西有很多啊 有質量啊 有體積啊 有密度啊 有這個有那個啊 那你到底是在算什麼東西的比例呢 答案叫做隨便 你放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你放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就會出現不一樣的濃度的單位 你放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就會出現不一樣濃度的單位 比如說 我們 東西放不一樣就會不一樣 比如說 我們前面學的叫做什麼 重量百分濃度 就是都用功課 多少功課的糖水 有多少功課的糖 都是用功課來算 也可以用體積 多少毫升的酒裡面 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這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而我現在要教的東西叫做 墨爾濃度 指的是 這麼多體積的 溶液裡面 有多少墨爾的溶質 多少墨爾的溶質 我們在上學期主要在算 重量百分濃度 那未來 在有機會再出現 再出現一次 就是要算 體積百分濃度 就是酒 酒的單位叫度 一度、兩度、三度 什麼58度 什麼之類的 那個就是度 度就是 體積百分濃度 58度的意思就是 100毫升的酒裡面 有58毫升的酒精 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肥百分濃度 然後我們啤酒大概是 4啊、5啊、4連5啊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我們會在有機化物裡面 來出現來考 那 我們很少會考體積百分濃度 就算有考試想法也都跟 重量百分濃度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也不再跟各位特別提了 所以讓你自己回去看 自己回去看 自己回去重新複習一下 以前是怎麼去算 重量百分濃度的 我們只有在家庭作業裡面 一些題目上你再練習一下 讓你重新再練習一下而已 OK 我們這一邊的重點就要算 莫濃度 這一邊的重點就要算 這一邊就要算莫濃度 那我們考試的題型 大概有這幾種 直接算 公式寫給你 身分之莫 直接往裡面塞 小陷阱 給的不是公升 給的是毫升 你要把毫升換成公升 第二個 取出 這讓我再講一次 取出是不用算 西式 以前有算過西式嘛 想法是 一樣 混合 以前也做過混合嘛 想法也是跟以前 一樣 只有一個比較討厭 囉嗦一點 叫做換算 我給你重量百分濃度 請換成莫濃度 或者我給你莫濃度 請換成 重量百分濃度 就比較囉嗦一點 但是 基本上的 算題目的想法 是跟以前是一樣 一樣 給 好 到底啥叫做莫濃度 是吧 取出跟西式 我們講過取出不用算 我們以前教過了 百分之二十的糖水 挖出一杯 那杯多少 百分之二十 取出的時候 取出來的 剩下的 濃度 都跟原來怎麼樣 一樣 所以考取出是不用算的 原來百分之二十 拿三百毫升 取出一百毫升 那一百也是百分之二十 至下兩百也是百分之二十 都一樣 這個不用算 那再來就是西式 你還記得我當初教西式的時候 是用怎麼算的嗎 你還記得我當初教你用怎麼算的嗎 西式前西式後溶質不變 西式前糖有五公克 西式後糖還是五公克 就寫個等式 西式前等於西式後 溶質的量不會變 糖水加水 糖水會變 水會變 糖不會變 糖會不會變 就是 這個就是基本的想法 這以前就講過了 未來也是這樣去做 好 剛才講了 那到底啥叫做墨濃度 這樣叫墨濃度 一公升 一公升容易中所含有溶質的墨數 叫做墨濃度 體積墨濃度 簡稱墨濃度 身分之墨 或者寫個大M 或者是用一個中括號刮起來 所以像這邊寫的是HCR中括號就是兩大M 兩大M墨濃度 所以分母擺的是溶液的體積 分子擺的是溶質的墨數 身分之墨 重點 它的體積用什麼做單位 公升 它的體積用公升 考卷上給毫升 你不需要把它換成公升 要把它換成公升 身分之墨 身分之墨 OK 通常考試題目 體積不是問題 大部分的題目 體積都有告訴我們300毫升啊 500毫升啊 有問題的事情是墨 人家不見得會直接告訴你它有多少墨 你必須要去求出墨 停車戰界問 墨怎麼算 我們前面教過兩個算法 請你告訴我 我們教過哪兩個算法 你講一個就可以了 講一個 我教了什麼算墨 過去教過29 29 舉例 怎麼算墨 兩個方法講一個 質量除以原分質量 請坐 好 再換一位 另外一個方法怎麼做 另外一個方法怎麼做 我們要找一位 11 11 另外一個方法怎麼做 個數怎樣 各數層嗎 除以什麼 除以什麼 六乘以十到二三之方 除以 除以六乘以十到二三之方 除以六乘以十到二三之方 除以原指量分指量 除以公克做單位 就是你未來的一個重點 我怎麼算墨 然後不久就會出現 單位 講完就出現第三個算法 你叫記得墨爾怎麼算 好 大M 墨爾濃度 深分之墨爾 多少體積的容力 有多少墨爾的容值 體積要用公升做單位 公升做單位 就是 這個 請你把它記清楚 OK嗎 OK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